我妈妈说我是从石头里奔出来的 我妈妈说我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我妈妈说我是从鸡蛋里面孵出来的 不对不对 你们妈妈都是骗人的 你们应该还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妈妈妈妈 我真的是从石头里奔出来的吗 可是今天小布鲁说 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小小赛妮确实不是从石头里奔出来的 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我怎么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呀 刚开始的时候你试一小点点 住在妈妈的肚子里 然后你慢慢的长大 妈妈的肚子就变得越来越大 等到十个月以后妈妈就把你生出来了 你就变成了小宝宝 医生阿姨在妈妈的肚子上切一刀 然后就把你拿出来了呀 那妈妈肚子上切一刀你疼吗 疼呀 不过有了小小赛 妈妈就觉得不疼了 妈妈 对不起为了生我让你那么疼 我长大了一定好好笑笑你 好呀 妈妈等你长大了 孝顺妈妈 小小泰奶奶 你来一趟学校 小小泰和小朋友打架了 迪迦老师 我马上到 小小赛妈妈 你来一趟学校 小小赛和小朋友打架了 好的 迪迦老师 我马上就到 迪迦老师 小小赛是和小小泰打架了吗 是的 小小赛妈妈 小小泰 你是和小小赛打架了吗 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从今天开始 他不再是我的好朋友了 小小泰竟然说我话的话太丑了 小小泰 你也不和小小赛做好朋友了吗 是啊 你们两个要因为这点小事绝交吗 绝交 嗯 就这么办 既然你们两个绝交了 小小泰你把过生日 小小赛送你的变形手枪 还给小小赛吧 小小赛也把小小泰送你的玩具汽车 还回去吧 啊 还要还回去啊 奶奶 我也不想还 哼 你们两个都不是好朋友了 还留着对方送的礼物干什么 谁说的 我和小小泰是最好的朋友 对呀 小小赛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绝交了 不了不了 我就说这找管用吧 哈哈哈哈 弟弟 我先去那边找杰德了 好的 哥哥 小赛 你不用掰开 像我这样吃也可以的 不行 我要分一半给我弟弟 哈 你有弟弟真不幸 哥哥 给你一段草莓喂的 我刚才已经让妈妈给我掰开了 弟弟 这个橙子喂的也分你一半 哇 小赛 你有弟弟真好 这样一次就可以是两个口外的了 是啊 我也觉得有弟弟真好 哇 小小赛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奥特曼卡片 因为这里面有我哥哥的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他的 我们两个加一集我就有很多了 你有哥哥真的太好了 爸爸 你什么时候给我生的弟弟 我要弟弟 这个爸爸和妈妈已经决定不再生了 有你一个就好 爸爸 你快给我生个哥哥 我要哥哥 爸爸和妈妈生不出来哥哥了 只能生弟弟妹妹了 小小泰 帮奶奶拿一下卫生纸 奶奶 我在看电视呢 你自己拿吧 奶奶现在不方便 快帮奶奶拿一下 一会带你去买个新玩具 那好吧 小小泰快起床上学迟到了 我不要 除非奶奶一会给我买个大棒棒糖 我才起床 行吧 快起来吧 耶 买棒棒糖去了 你又怎么了 快点进去 要我进去可以 奶奶要再给我买个大棉花糖 行行行 你快点吧 好的 奶奶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穿衣服 我不要 低价老师要先给我吃小饼干我才学 小小泰 学习是为了自己 为什么要跟老师讲条件 我奶奶让我干事情的时候都会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条件的话 其他人是不是给你帮忙也要讲条件 今天小小赛帮你倒了水 你摔倒的时候 小小步把你扶起来了 小步如把自己的水彩笔借给你用 他们是不是都可以给你讲条件 我不要了 我再也不讲条件了 你们也不要给我讲条件了 这就对了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鲁鲁啦啦啦 鲁鲁啦啦啦 洗洗错错整个圈 我要洗澡啦 好了 小小泰 你已经洗了快一个小时了 抓紧出来吧 奶奶 我还想再洗一会 不可以 抓紧出来 洗完澡记得刷牙 可是我不想刷牙 你晚饭的时候吃了那么多甜食 不刷牙 牙齿都要坏掉了 小小泰 你怎么吃这么多甜食 对牙齿不好 没关系 奶奶 我刷牙就好了嘛 那好吧 奶奶 你先出去 我一会自己刷牙 一天不刷牙也没关系嘛 睡觉去了 第二天 小小泰怎么了 奶奶 我牙齿痛 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刷牙 张开嘴我看看 啊 牙齿怎么坏成这样了 其实我好多天没有刷牙了 小小泰 每天刷牙不仅可以刷掉牙齿上的脏东西 而且还可以保护小牙齿 不然牙齿都被细菌吃掉了 牙齿坏了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我记住了 爸爸 我现在就去刷牙 今天怎么这么干净 妈妈干什么去了 哥哥 你有没有看到妈妈 妈妈在厨房做饭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妈妈自己出去了呢 我也要看电视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厨房传过来的 我们快去看看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弟弟 别哭 现在家里救我们两个 不能哭 我们要快点救妈妈 哥哥 我不哭 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打120救妈妈 你给爸爸打个电话 让爸爸赶紧回来 我知道了 哥哥 我现在就打 爸爸 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你妈妈是高烧晕倒了 需要住一段时间的院 这次多亏了你们两个 妈妈没事真的太好了 多亏了哥哥叫了救护车 如果是我自己在家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小赛你做得很好 小小赛你也很棒 这次我考试考了一百分 我哥哥送了我一个超级大的冰淇淋 下次考试继续加油哦 哇小小赛好羡慕你有一个好哥哥 对啊对啊小小赛 我好羡慕你呀 小小赛我都没有哥哥 小小太你也考了一百分 你奶奶有没有奖励你呀 有呀我奶奶送了我一个超级大的玩具车 小小太下次考试也要继续加油呀 我会的奶奶 哇小小太你奶奶好大分呀 对啊对啊我也好想要那个玩具车 我也考了一百分 我爸爸只带我去吃了汉堡 真的好羡慕你们呀 我爸爸去打怪兽 他好久没有回来了 我只给他打了电话 小小布你不要难过 你爸爸超级厉害 他是有事回不来 对啊对啊 之前的时候我爸爸也出差 他还错过了我的生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对啊我爸爸有的时候也出差回不来 我奶奶说他是为了赚钱供我们生活 爸爸很辛苦的 小小布也不要怪他 谢谢你们的安慰 我不会怪我爸爸的 我的书包坏了 我想扔掉这么多垃圾桶 应该扔在哪个垃圾桶里呀 小小泰 我是厨余垃圾桶 我是绿色的 剩饭剩菜 果皮菜叶都可以扔到我这里边 小小泰 我是有害垃圾桶 我是红色的 对人体有害的东西都可以扔到我这里边来 小小泰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 我的颜色是蓝色的 废纸塑料金属 一切可以回收的东西都可以扔到我这里边来 小小泰 我是其他垃圾桶 我的颜色是灰色的 其他的垃圾都可以扔到我这里边来 你的书包是可回收物品 应该扔在蓝色的垃圾桶里面 好的 我知道了 这是我刚吃剩的肉骨头 我应该扔在哪个垃圾桶里呀 小小赛 肉骨头是厨余垃圾 应该扔在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里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我不小心把家里的碗给打碎了 这个碎碗应该扔在哪里呀 小小德 碎的陶瓷是属于其他垃圾 你可以扔在灰色的其他垃圾桶里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我的玩具器身上电池没有电了 电池我应该扔在哪个垃圾桶里呀 小小子 废弃的电池属于有害垃圾 可以扔在我红色的有害垃圾桶里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爱护环境 垃圾非累 从我做起 不知道今天妈妈做的什么好吃的 我们快点回家了 有你最喜欢吃的炸鸡哦 快走吧 哥哥 你有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 糟了 这是煤气的味道 爸爸妈妈有危险 我们快去看看爸爸妈妈吧 爸爸妈妈 你们快起来呀 我害怕 弟弟 快别哭了 我们快救爸爸妈妈吧 你现在快去把各个房间的窗户打开 我去把煤气阀门关闭了 哥哥 我这就去 爸爸妈妈 你们快点醒来呀 妈妈怎么会忘记关阀门 太危险了 哥哥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醒 妈妈 你们终于醒了 担心死我了 爸爸妈妈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刚叫了救护车 马上就到了 爸爸的头还有点晕 小赛 辛苦你了 妈妈也是 都怪我忘记关阀门了 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动不了了 太危险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遇到煤气泄了 不要恐慌 首先关闭阀门 然后打开窗户快速通风 再叫救护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